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通称为教母书信的讲道系列 我给大家来念 提摩太前书一章 奉我们的救主 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那因信主 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 愿恩惠怜悯平安 从父神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 曾劝你人住在以福所 好嘱咐那几个人 不可传异教 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 和无穷的家谱 这等事只生辩论 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但命令的总归是爱 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 无尾的信心生出来的 有人偏离了这些 反去讲虚服的话 想要做教法师 却不明白自己所讲 说的 所论定的 我们知道 律法原是好的 只要人用得何宜 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 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 不虔诚和犯罪的 不圣洁和恋世俗的 杀父母的 杀人的 行淫和亲男色的 抢人口和说谎的 并起假事的 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 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 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 基督耶稣 因他以我有忠心 派我服侍他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 逼迫人的 五万人的 然而我还蒙了怜悯 因我是不信 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 而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 使我在基督耶稣里 有信心和爱心 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 是十分可佩服的 是我在罪人中 我是罪魁 然而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 要我在我这罪魁身上 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 得永生的人 做榜样 但愿尊贵 荣耀 归于 那不能朽坏 不能看见 勇士的君王 独一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额提摩他 我照从前指你的预言 将这命令交托你 叫你因为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 有人丢弃良心 就在真道上如船破坏一般 其中有徐米乃和亚里山大 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 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 黄佑了 抱歉 今年六月份 我和我的家人呢 就去了一个以往不大一样的一个旅行 我们跟着我的岳母的 跟我跟着岳母一起到台湾去 然后到台湾去拜访某些长老会 那其中我们所去的一间长老会呢 是属于原住民的教会 他的这个所在地呢 他的周围住的都是部落的那些人 那这些属于部落的人 他们不喜欢教会 然后他们表达他们不喜欢教会 也表达得相当明显的 大家要不要猜一猜他们做什么 他们把他们家里的垃圾 丢在教会的大门口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他们不喜欢教会 那我们可以想象 派去那边的那些牧者 当然都会觉得很气馁 所以那间教会换了很多个牧师 那在目前呢 在那边服侍的呢 的牧师姓朱 朱牧师 当他出出到那间教会的时候 那些垃圾也就堆在门口了 他就死垃圾 可是渐渐的那些垃圾呢 就已经没有了 朱牧师他就认为说 他们尝试赶走他 可是他们看到他 脸皮厚啊 算了 就算了 他就开始没有在教会门口丢垃圾 可是呢 我猜 那个社群 他们还是不喜欢教会的 他们甚至不喜欢基督信仰 那怎么说 因为过了这么多年 朱牧师的那间教会 只有一位牧师 一群小孩 和一位年长者 一位年长的会友 那就他的整间教会的成员了 一位牧师 一群小孩 跟一位年长者 然后在这个一脚踢的 这个情况里头 朱牧师他当然要讲道 要教导 要带领崇拜 他也训练小朋友们玩乐器 也得陪小朋友们玩游戏 那些一个牧者 可以做的东西 他都做了 那间教会 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厨房 谁是那个主厨 他咯 他做那一切 他也要煮饭 给那些小朋友吃 然后呢 在不久前呢 这个教会就有 这个区会 拨款项 给他们可以做装修 那朱牧师是一个 一个很有天赋的人 所以他在拨款项之后呢 他那个教会的外头 跟他的室内设计 室外室内设计 全部都是他一手画出来的 那当那个整个翻新工程 或者是装修工程 做得有点 真的是很慢 或者做得不好的时候 这一位牧师 屋顶也爬上去 厕所也走进去 就是亲手就去把东西给搞好 那从这一位牧师 从他怎么样去应对 那些真的是比较不友善的邻居 从他怎么样去照顾 他的这个会友 跟他怎么样去打理 他的整个教会 先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设计 这个是他设计的 他的那个教会的外观 我就看到这位牧师 他真的做很多 那我们去探访的时候 他也是很 他也是容易拨出时间 我们的这个 我们去的是旅行巴士 一团人 一群 一团二十个人 我们这边跑一下 那边跑一下 上山去看另外一间教会 他时间能够拨得出来的 他都会跟我们去 那他在分享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句话 那这句话对我 就我可以说是 对我来讲是有一种 一定的震撼 影响了我 他说呢 做牧者的 就是要不怕麻烦 我难道不知道吗 我知道做牧者的 不应该怕麻烦 可是从一位真的是一脚踢 什么都从头顾到尾的 一位牧师的口 讲出来的 那对我就变成是一种 很直接 有力的影响 我相信我们今天 在读的这段经文 里头的一个中心 这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这种影响 我们华语通常把它叫做 以生命影响 生命对吧 我们冠几冠讲 这样的一句话 我觉得我这次 有机会认识 朱牧师 发生在我身上的 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以生命影响生命 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 也就是在讲 生命影响生命 保罗就用他自己的生命 尝试去影响 正面的影响 提摩泰的生命 鼓励他 能够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情况之下 不要泄气而去前进 保罗在十二到十七节 他就做这样的分享 那我们待会儿才来谈保罗的分享 我们首先要来先看 提摩泰他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 导致保罗需要分享 所以我下来的时间 我会先谈 这个提摩泰的情况 之后我们再来讲说 保罗他做了什么分享 那提摩泰呢 就好比诸牧师 他在以福所教会 他有很多东西 他有很多工作 他得要去做 他的那个整个任务的清单 第一件事情呢 就要去嘱咐一些人 因为他们这些人呢 他们其实是在做什么呢 他们在歪曲上帝的那一个福音 这些人是谁 那如果从头印你们看得到 保罗只把他们叫做那几个人 或者是友人 换句话说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 这些人他们到底是谁 那我觉得我们也不必要猜了 更重要的是 保罗以这些人在做什么 来识别他们 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做了什么事 或者说 他们在教导一些 他们所教导的那些教义 和使徒们所传下来的 不一样 他们在做一个不同的教导 他们也很专心的 去探讨一些 所谓荒谬无凭的话语 也就是神话了 那他们也就 他们也同时去钻研家谱 所谓的家谱就是呢 里头他们就去听 然后去讲一些 很引人入胜的那些故事 而这些很引人入胜的故事呢 就能够导致他们一直在那边揣测 去猜想一些 真的是和信仰没有真正关系的一些理论 那这些人做了这样的事呢 他们自己又想做教法师 他们想要来教导律法 而他们当中所教导的其中一件事情 从保罗的那个写作看起来 很可能就是他们说 救恩是救恩 但救恩同时 就是说得救 同时也还是要守律法 得救 同时还是要守律法 那他们这样的一个讲法呢 我觉得 在当时 尤其是比较年 比较新的 犹太基督徒 他们听起来 这样的一个讲法 他们也会觉得 相当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在当时 有一个很广泛流传的一个传统 这个传统说的是什么 他说亚伯拉罕是一位义人 亚伯拉罕这位义人 他是完全顺服上帝 而亚伯拉罕的顺服就导致 在若干年后 上帝把这个律法交给以色列 以色列因为亚伯拉罕的顺服 从上帝手上领受律法 换句话说 以色列认为 因为他们从上帝领受律法 是通过亚伯拉罕的正直 所以他们自己 也是在上帝眼中 被视为义人 以色列看他们自己为义人 保罗直接反驳 在这个信中直接反驳 这样的一个说法 保罗说 保罗他说 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 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 那保罗这句话很刺 很刺 他这句话呢 其实就马上透露了两点 第一点就是 以色列人 完完全全误解了 他们没有 他们并没有因为领受律法 而在上帝面前被视为义人 保罗甚至在 他在影射说 以色列是属不义之人 那保罗的这句话听起来真的就好像是当真的是在以色列人面前 在这些想要做律法师人面前赏了他们一记耳光 第二 保罗说 律法不是给那些已经在主里头得救的人 哪来做一些什么猜测或者是揣测的 而是哪来处理跟道德有关的问题的 律法 保罗说是什么 他说就好像是一些警告牌 一些路牌在警告我们的那个样子 律法告诉我们说 这个不好做 那个不该做 可是他同时又不是一个 能够让我们成圣或者能够再加征信心的一条途径 保罗在这里他就要提摩泰把这样一个正确的教导 一个正确的对律法的认识去教导他的那个教会 而且要去嘱咐那些人停止去做这样的一个教导 那这个大概就是把提摩泰当时所处的那个背景 他的任务 那弟兄姐妹们 我觉得值得花两分钟的时间 先把刚才以上的东西讲一下 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基督信仰 跟律法之间也跟这个保罗情况一样 跟提摩泰情况一样 在他们那里呢 就是他们这个律法 他们的信仰跟律法有一种比较复杂的关系 保罗需要来梳理他 我觉得在我们这边也是差不多的 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在教会里头和律法之间 也同样有一个比较没有真正弄清楚的关系 我们也需要来梳理一下 我们这个真的是比较模糊的地带 那不管我们到底是拿着手机或者是携带一本圣经的话 我们都会在我们所打开的圣经里头找到出埃及记 立位记 民宿记等等 而当中都是有那些律法的条文 都在告诉我们说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那当我们基督徒看到这些律法的时候呢 我们是怎么的反应 首先我们说圣经是在我们生命中 有它一定的那个主权 有权威 那我们就说我们听从圣经 可是当我们来到律法的时候呢 我们又怎么说 我们首先那些跟礼仪有关的律法 我们就断然的说 这个东西不适合应用在我们的处境 因为耶稣来了 我们不用再献祭 所以所有礼仪的律法一概都是算过去了 那那些跟道德和伦理有关的 我们又是怎么的去看待他们 我觉得就是在这里有一点点模糊 来到跟道德伦理有关系的这些律法 我们其实不是很确定 它到底在我们身上 到底还有多大的作用 或者它在我们身上 可以应用到什么程度 那无疑的 无疑的 我们都应该去守十戒 对吗 不可杀人 不可什么 我们都守 可是这十戒 接下来他说的那些赏 和尤其他讲的罚 我们又怎么看待 当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 上帝是否是因为耶稣的恩典 完全不惩罚我们 或者会按照律法 一样这么严厉的惩罚吗 或者是一半一半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不是很清楚的一个地方 那在这个模糊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如果是我没有看错的话 基督教或者教会就生出两个极端的一个反应 其中一个就是他完全不去认真的对待律法 甚至呢 他们就会把保罗在罗马书 把罗马书写的这句话呢 变成了自己的主题曲 他们就会说 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法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 就是我们在主里得自由 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 这是其中一个很极端的 就是当那个律法 谋斗的了 广东话讲 那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反应呢 却是相反 他们把所有律法所立出的那些要求 当成是目标 英文我们不如把它叫做 goals and targets 那他们虽然完全是 他们其实很清楚 一方面很清楚说 我们是得救了 我们在主里面是有自由 可同时他们又认为说 当他们很认真的去守律法的时候呢 就等于他们是很认真的在过 生洁的生活 而且他们这样去紧抓住 去守律法的时候 他们也觉得心中比较有平安 那保罗今天这段话要告诉我们 这两个极端 或者在两个极端里头 你找一个所谓的中间地带 全部都不对 都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所为 律法 圣经中的律法 保罗说 是有如警告的那些告示牌 他告诉我们什么不该做 然后他应该是把我们带领去什么呢 信靠福音 那当我说信靠福音的时候 会不会听起来就有点像 这个在讲的了 这个不就说信靠福音 然后就说得自由 然后就不用管律法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保罗要讲的当然不是啦 保罗他要说的就是 所谓信靠律法呢 就是过一种以耶稣为中心的生活 在凡事上都去呼求 去寻求他的帮助 并且要以清洁的心 无愧的良心 无尾的信心 一直去过我们的生活 要一直让自己 要让自己实时都住在主的里面 并且让耶稣的生命 耶稣的话语 和他那个改变生命的恩典 在我们里头动工 是 我们是有自由 于林姐 刚才祷告的时候也说 我们在灵里有自由 可是这个自由不是要我们 做什么都可以 这个自由是让我们 不是被束缚而能够成长 那大家都知道 这些家庭里头 对吗 当那个父母 这里不可以 那里不可以 到了那个孩子 就不能够很自由地成长 我们说洋人的家庭太过自由 可是你看他们好些时候 他们成长的时候 是也是有他们的那个弊病 可他们却能够更加能够 好好的成为一个人 能够去养成 他们本来就应该有的个性 他们的特性 所以我们是有自由 可是这个自由是要我们能够 在主里面成长 而这个成长 就让我们更能够有能力 去活出律法的要求 或者我就借用保罗 在这中信里面讲的话 这整个成长 他到头来是有 他的一个总规 或者是目标 就像这节经文所说的 那就是爱 爱灵蛇 爱上帝 我们是有自由 可我们这个自由 是要让我们能够 在主里成长的自由 律法告诉我们 哪里不要去 可不要去之后 记得就是一直往耶稣那里去 这里不要去 往耶稣那里去 这是我对讲了 这个提摩太的情况之后 的一点点反思 那现在要问的就是 我们说目标的总归是爱 那这个目标容易达到吗 那我觉得不容易 老实话 我本身也认定这个目标 可是我要达到我也觉得不容易 那何况是提摩太呢 提摩太他要跟一般 就是要不懂 却要做教法师的人 去教他们去爱 你说他的这个挑战有多大 大家可以想象 那请问 保罗这位比较有经验的目者 有没有比较有创意的一些提议 可以给提摩太 教他怎么样去激励这些人 能够回转去做那些该做的事 想该想的东西 有吗 我想跟大家说 不好意思 没有 没有 保罗没有一个比较有创意的建议 保罗第二次跟提摩太说 信靠福音 依赖福音 他在第十二到十七节当中就解释 为什么应该要信靠福音 为什么要仰赖福音 这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情况的回应 保罗说什么 他说他以前就是那个铁石心肠的 亵渎神的 五万人的 他同时也是罪魁 但是他却是在他还无知的时候 他去逼迫教会 然后他这样因为逼迫教会 他同时就逼迫基督 这是保罗原本 他是这样的情况 那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有点夸张 哇 又是什么罪魁啊 又是那个去逼迫教会 不是教会是一个实践 把他说到这个罪魁似乎讲得有点夸张 可是呢 有时候我会在想 当我们去看一些跟我们真的是属于我们的敌人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我们也把他们看成这个样子 这个人就是罪魁来的 怎么讲都讲不通 整天敌对我 真的是罪魁 有没有可能我们是这样的想 提摩泰有没有这么想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是比较肯定的就是 提摩泰 他要去把这群人 从一个歪曲福音 不懂得爱 转成 听从福音 懂得爱 这几乎是一个他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 他努力了这么久 应该还没有看到半点的成绩 他可能开始沮丧 他需要一支强心针 而这个强心针就是保罗在讲他自己的见证 也就是提摩泰的这支强心针 保罗说什么 他说他是罪魁 换句话说他是罪人中的罪人 他是罪人中的罪人 可是这个罪人中的罪人 他又有这句话讲出来 这就是他的见证 他说我这么硬 还是不够上耶稣的那完全那一切的忍耐来得厉害 还是斗不过他 我够难搞了 我最难搞了 保罗说 可是耶稣的那个忍耐更厉害 这样那个见证 大家知道保罗在做什么了 保罗说 我是那个最难的 我都输了 我输给耶稣的忍耐 这样那些你现在觉得很难的 在以弗所教会的 小弟 没那么难 没有那么难 保罗呢 他还以在十五节的一句话 把他的整个的要点讲出来 并且他说这句话呢 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他这句话就是 基督耶稣降世 是为要拯救罪人 换句话说 保罗是在跟提摩泰说 提摩泰幕会的工作 就是耶稣的福音的工作 提摩泰的幕会的工作 就是耶稣的拯救的工作 而重要的是 提摩泰 他愿意去相信 耶稣会在他现在这个艰难的情况里头 动工 那保罗 我们看他讲来讲去 不讲别的 很显的 只讲福音 说话很显的 肯定是错的 应该说保罗 他是很福音为中心的 我们已经听出来 那我在这里也要很坦白的跟大家说 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凡事都是以福音为中心 甚至有时我们 我就说我好了 以福音为中心的思想 甚至有点不自然的 我是一个有可能去骂说 你这个就是罪人中的罪人 我的手指 不容易就指着文远牧师 指错指错 可是保罗这个完全以福音 那他完全是开玩笑 大家不要 因为我跟文远牧师友好 所以我什么玩笑 我都敢跟他开 就是这样 大家千万别误会 保罗的这个完全以福音为中心 我觉得是很难跟 可不是完全跟不到 我觉得至少有一样 或者一方面 我们可以跟 我相信我们可以跟 以致我们也可以像他这样 更以福音为中心 那保罗是在这个两者间 就是保罗和提摩泰之间 两者间 他是那个比较成熟的 而现在是这位比较成熟的牧者 他尝试要去影响 那个比较年轻的那个同工 并也是以他自己的生命的故事 去影响这一位同工 那我们在这里说 保罗是要以生命影响 那我希望大家刚才在我讲的时候 大家已经看出来一点 就是保罗 这位比较 有资格的 他不是在这里尝试要传授给 提摩泰 什么去幕会的技巧 甚至是战术 那些可以去怎么样去 应对那些比较难搞的人的战术 不是 他也不是在那里夸耀说 他自己有那个毅力和勇气 真的是去克服了许多的困难 不是 他也不是在跟提摩泰分享说 他做宣教士 做外巴人的使徒 有多么丰富的经验 不 他是以什么 来影响提摩泰 他是以一个被上帝改变的生命 的见证 一个被上帝改变的生命 的见证 去尝试影响提摩泰 保罗的分享是关于福音 关于福音怎么在他的身上动工 而当他这么做的时候 如果是提摩泰认真的听的话 在提摩泰的心中就应该会深处盼望 提摩泰的整个焦距点 也会从困难又是转向耶稣 然后再次能够看到福音 他的荣耀和大能 读了保罗在这里所做的 我今天早上我要做一件长期的事 我本来就很长期 我要做一件比较长期的事情 我要把这句话给拉长 我们在教会整天说 以生命影响生命 意识不变 可是我想把它啰嗦一点 拉长一点 就是让我们都学习 以一个被上帝改变的生命 影响生命 以一个被上帝改变的生命 影响生命 那这两者间的不同 这个长跟短的不同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当我们以这个比较啰嗦的版本 我的版本 当我们以按这个版本去做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是在影响人的时候 所讲的是我们的成就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特质 甚至不是在讲 我们对那些比较软弱 有需要的人 有多么大的一种爱心 不是在讲我们 那不是这些东西都不能拿来讲 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是很值得讲的 可是这里的重点呢 必须是 那重点必须是 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 我们应该分享的是 上帝在我们里面 和通过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上帝 他在我们里头做了 是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并且上帝 让事情怎么的 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 变得有可能 而当我们这样分享的时候 那些听我们讲的人 他们如果是认真听的话 他们不会恭贺我们的 我们没讲自己吗 恭贺我们什么 他们不会恭贺我们 他们也不会来羡慕 或者妒忌我们 我们都没有讲自己啊 但他们会有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能够溃探到 他们能够溃探到上帝 他其实真的有在 我们这个西庸平常的世界和人生当中 在那里工作 而听着听着 希望他们也能够开始 比较愿意去信靠上帝 因为他们开始看到福音的那个真实性 和福音的那个伟大 当我们是这样做的时候 对我来说呢 或者相信大家可以同意 我们就多一点点的 以福音为中心 对不对 不难学啊 保罗没有讲 他没有讲他自己怎么样 他讲福音在他身上 使他变得怎样 弟兄姐妹 我们在座的是一个多代同堂的一个教会 我们当中有比较成熟的 无论是在整个成长 或者就是说身体 就是年龄 或者是在信仰方面都比较成熟的 在我们当中也是有比较新的信徒 也比较属于青成年的社群 那如果我们当中比较成熟的 都能够在这里做多一点 像保罗对着提摩太所做的事 让这些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们 都能够点燃 在他们生命中点燃一个更加活泼的盼望 一个很积极的信靠 而这的确是一件美食 我们在座的长老知识们 在座真的是读圣经 读了几十年 在这里真的是以祷告 走过人生风浪的 不要讲自己啦 讲福音啦 我们要不要就做保罗做的事 我们在这里去影响 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当然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有 比较大的做给比较小的啦 同辈的也做 从小辈做给比较长辈的也有的啦 那我就认识一个人呢 他从小就真的是很顽强 很有怒气 很喜欢吵架 他的父母呢 因为他真的是受尽折磨 他从小到他青少年 到甚至到青成年的那个整个十多年来 有事也吵 没事也吵 他吵了这么多年 吵到他的父母 从开始因为他一直顶来一直吵 开始因为这样的情况而感到伤心 到后来都开始变得麻木了 他们的那个麻木呢 甚至不是对他的吵吵闹闹麻木 甚至对他那个人都有一点点麻木 已经认为这个人是定型的 没有办法的啦 不能改的 就是这样一款啦 那虽然我说 他父母们感到麻木 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象 这个麻木背后是什么 麻木背后是一种很深的痛 痛到需要把它压下去 痛到里面是一种 很死很沉的一种心情 那这位 这个人呢 他后来在他的清晨年的那个岁月里头 他就信主 然后信主之后呢 他就渐渐的有改变了 感谢主啊 福音在他的生命当中真的是有作用 他就真的是改变 变成相当不一样的一个人啦 然后在某一天啊 他的母亲突然间 其实改变一直在发生啊 母亲没有注意到 然后某一天母亲问我说 注意到 他眼前的这个孩子 已经完全不是他以往的那个孩子了 已经是完全因为在基督里头 变成相当不一样的一个人了 那他里头的那个伤痛 所累积的那些伤痛顿时就转 变成了真的是喜乐和感恩 而这位母亲呢 就感谢上帝福音做的工作 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形 可能我们家中 我们认识的人当中 就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是我们可以讲的 有吗 我看到有人点头 我真的有 不知道很平常的一个故事啊 可是这些故事当中 它最让人感到鼓舞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一个人的生命 被上帝的福音触摸的时候 里头的那些成就 那些死迹就散去 取而代之的是喜乐 是感恩 是盼望 是信心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上帝他曾经点燃了你的生命 让我们把火炬给传出去 好吧 我们同心祷告 父上帝我们 今天早上要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为我们 能够看到福音的大能 而来你面前感谢 我们要为我们自己 或是不能看到福音的大能 要来你的面前 仰望呼求 求主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不知道是不是在那一个 关口 这个很难过的那个关的时候 提摩太就看不到福音 看不到福音的真实 看不到福音的大能 主 今天如果我们跟提摩太差不多 我们求主 你再次让我们看到 让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 是的的确确 真正真正的感谢主 因为主的福音 主 我们 的呼召的总规是爱 这样的一个总规 有够吸引力 但也有够难 但今早我们就 在这里和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求你带领以你的福音 继续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活出这个总规 我们如此仰望祈求 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